好,我们来看一下9.3的这个 电池太阳表面的活动 配对太阳活动发生的位置 太阳风呢,是那个带电粒子呢 在这个日缅这边 然后太阳黑子呢 是在光球上最最里面的那一层的 日耳呢,在射球 药班呢,也在射球 OK,大概是这样子 哪一个是的数量呢 往往被做天文学家 作为这个太阳活动的强弱指标呢 就是太阳黑子了 因为太阳黑子的数量 一般来讲太阳黑子越多 它的太阳活动就越激烈 所以它以这个作为指标 会有突然间增量的药班块呢 这个是药班 然后有火蛇状的物质呢 这个是热道 太阳风呢,吹到地球后 就会出现极光 然后活动周期呢 大概是11年 大概是12年 太阳黑子指的是什么呢 是地球表面温度偏低 而显得比较暗的气体板块 OK 也不是什么没有照到的地方啊 因为什么温度偏高啊 都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是少一个 差一个字而已 所以要注意 大概是这样子了 大概是这样子了 就会出现了 就会出现了 对 这就会出现了 这就会出现了 对 对